喀actionRelle 大家好我們是第六組 這是我們的題目 我們要做的是 Homeแcultbert 就是居家看護的機器人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主演 然後這是我們現在完成到目前階段的 dies到達及八 这是Introduction 就是我们想要做的是居家抗护系统 然后就因为现在老人越来越多 然后行动不便者比例也相对提高 然后我们就想要做一个比较方便 让老人可以在家里自己类似轮椅 可是它不用处理去控制 它只需要按Joystick 或是它可以用Land Following 然后你就可以在家里的 比如说从客厅到厕所或客厅到房间 然后你只要按按钮 你就可以直接靠着已经设定好的路线 然后就跟着那个路线 直接走到你要设定的那个点 然后我们里面还有提到的就是 它会有用到超音波测距 就是它如果前面快要撞到墙壁的话 它会就是直接强制总断 就是让车子直接停下来 然后还有Apple Tech 可以侦测你现在到的那个目标 就是你要到的是哪一个点 然后这个是我们用到的设备 还有这是我们的架构图 然后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完成Demo的地图 就是一开始提示点是在这边 然后一开始先黄线跟白线的Land Following 然后到红线之后它会停下来 然后等待使用者用Joystick 去选择要Land Following 绿线白线 或是黄线蓝线的两种路线 然后选择完之后 比如说现在选右边 然后它就会右转 然后一直走走走到那边 看到Apple Tech之后它会停止 然后停止之后再回转 然后再沿着原路线 黄线跟蓝线的Land Following 回来 然后走到这里 然后看到红线之后再停止 然后再跟着黄白线Land Following 回来 然后这边回转 然后就这样 可以继续再选择下一条路线 然后这是我们想说 接下来如果我们Dakiba升级之后 可以做出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把它升级成轮椅 然后如果有除了行动不便的人之外 如果我们还有想到盲人的话 还可以用声控 然后这个是避障系统 就是除了到目的地的距离侦测之外 如果在路径上也有遇到障碍物的话 也可以就是强制停止 然后还有这个是可以让 我们Dakiba可以打电话给他的家人 或是紧急按钮那些警警之类的 这就是我们的报告 谢谢大家